曾春蕾可以说是身受球迷们的喜爱 上赛季的女排联赛上 她更是率领北京队击败实力强大的天津 夺得首座冠军奖杯 稳定的发挥以及丰富的经验 也使得曾春蕾能够在国家队中 牢牢的站稳脚跟 不过稍微遗憾的是 新赛季的排超北京队的未免征途 还是被老对手天津终结了 首回合0比3惨败 四回合回到主场2比3再败 曾春蕾的球队被朱婷李盈盈接连暴击 最终无缘决赛 客观来说 曾春蕾本赛季的表现不尽人意 如果在冬季奥运会前 他不能及时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或将会被其他球员挤掉 无缘狼平的最后12人大名单 但对大赛经验丰富的曾春蕾来说 中国女排需要的 更多是他场上控制力和阅读比赛 曾春蕾的交叉后排进攻 二号位强攻独树一掷 即便作为接应选手 他的遗传及防守功夫也相对不弱 可以说曾春蕾球风硬朗 气质特别 是狼平还难舍弃的一块归宝 此外曾春蕾还有一个特点 是其他队友很难模仿或者超越的 那就是他是一名左痞子攻守 要知道左手进攻选手 私持接应位置具有得金独后的优势 特别是二号位的进攻 能达到右手主攻在四号位的效果 而且由于二号位的站位特点 对手很难在较短时间内 形成双人意或三人锁的拦网 质量 这无疑让左手攻球的曾春蕾 拥有更多的开火特权 所以他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技术优势 不断精进 在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中立下其功 的确 面对中国女排接应位置的激励竞争 若没有一点真功夫 确实容易被挤下去 比如本赛季又有黑马选手杀出 来自浙江女排的名将朱月舟 个人数据一直名利前茅 此外接应位置 还有其他三大新星先后崛起 毛军仪 孙杰和杜清清都对狼平的大名单 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而且由于现在的球员能力越来越全面 尤其是在接一传方面 无论是主攻现实的朱婷 张长宁 李莹莹 还是接应位置上的龚翔宇都是高手 甚至要比曾春蕾还要好 所以31岁的曾春蕾 必须解锁到新的能力上线 才能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站稳首发